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9日星期四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多家台灣媒體都報導 美國有一艘軍艦成功運入遼寧號航母編隊 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反駁 其實就是那隻美國軍艦遭到包圍 第二單消息 德國在較早前宣佈了 會派出巡防艦巴伐利亞號去到亞洲 在回程的時候 更加會洗經南海 近日又出現了一些變化 原來德國就決定了 這一艘巴伐利亞號的航線 將會避開台灣海峽 以免得罪大陸政府 有德國國會的在野黨議員批評 這樣做就等於向北京叩頭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 到底美國軍艦是如何運入了遼寧號航母編隊 事件到底是如何揭發出來的 其實 就是一個長期追蹤軍艦的Twitter賬號 OSINT-1 公佈的一張衛星照片 反映出來的 我們現在一起去 看看這一張圖片 這一張的衛星照片 其實就是在接近日本 公古海峽那裡拍到的 照片當中的6號 就是美國海軍的 撥克級驅逐艦 但是 沒辦法確認得到這一艘驅逐艦是不是 馬斯廷號 反正一定是美國海軍的軍艦 遼寧號在哪裡呢 就是在圖片當中標注的1號 另外 245 分別就是 黃岡號 太原號 成都號 以及南昌號 那幾艘分別就是驅逐艦 以及是護衛艦 為什麼美國的軍艦 運入了遼寧號航母編隊 因為其實遠遠還有一隻 呼倫狐號的補給艦 中間就隔著了這隻 美國軍艦 我們回來了 其實這件事 多少反映出 似乎 遼寧號航母編隊 存在著一些漏洞 所以才會使得 這一艘 美國軍艦有機可乘 不過 究竟大陸方面 是怎麼看待這件事呢 官媒環球時報 在昨天出了一篇報導 報導的標題就是 綠媒 就是台灣親民進黨的媒體 興奮炒作 美軍艦 超狂插隊 運入遼寧 艦航母編隊 網友 我看就是美艦被包圍吧 他就以一個相對輕鬆的態度 反駁 整件事 好了 這一篇報導的內文又怎麼說呢 其實前半部分都是 說到底那些 台灣的媒體怎麼來報導 以及又是說一下 我們剛才 一起看那張 衛星照片的 描述等等 好了 接下來 就到環球時報自己的交代了 他們首先 質疑 Twitter帳號的 可順盛 就說這個所謂專門追蹤軍艦動態的推特帳號 在他們的首頁上 就沒有自我介紹的 之前發佈的衛星照片 多數都是關於中俄軍艦動向 有軍事分析人士 當然就是大陸自己的 軍事分析家 看完這一張照片之後 對環球網就表示 這張衛星照片的真實性 都沒有辦法證實到 如果從對抗的角度分析 美艦的舉動 就是有挑釁的意味 而且當時的態勢有可能是這樣的 美國軍艦所謂運入遼寧艦航母編隊 其實 只是越過了機動能力 比較弱的中方補級艦 但是遭到了中方航母編隊的三艘 互衛戰艦的堅決壓制 而且航母編隊保持著正常的隊形 在中方軍艦形成的合衛態勢下 美艦最有可能的航向 就是被中國戰艦驅趕到衛星照片的 右下方水域 就是說 首先他們質疑這張照片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算這張衛星照片是真也好 其實只不過是有一艘機動能力比較低的 呼輪護後補級艦 就是落後了 這就是環球時報的說法 其實這篇報導 從頭到尾都沒有否認過 整件事的存在 只不過他們質疑 究竟那張衛星照片是真還是假 他們都沒有一口咬定得到那張照片是假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時候 那就是暴露出遼寧號航母編隊 就是有些漏洞存在了 為什麼那艘美國軍艦 會好像是如入無人之境 使用了整個編隊呢 就算當他不是所謂的混入 事實上這張衛星照片是正態的 反映不到究竟那個航向是怎樣 他就不是一條影片 又不知道那艘美國軍艦是從哪一個方位 進入了這個編隊裡面 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 那你當他是穿越 好嗎 就是當他在其他的方位 洗過了你的編隊中間 這樣走去才算 其實也是有問題 現在純粹出巡 可能是做軍事演習 或者是做一些航行的任務 這樣就叫做是無雙大雅 因為雙方都是隔著遠遠距離的 當然你看看的照片就好像很近 但是如果在海上隔著很遠的距離 是超過了火力範圍的 但是也不是這樣的 如果在實戰來說 就可能會出事的 所以這個就是 暴露了一個弱點出來 我們又看看一些軍事專家的分析 蘋果找了一個叫黃東的軍事專家 說 他說這件事件是不合邏輯的 因為 一艘軍艦可以大搖大擺地闖入 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防衛圈 而護衛的航艦 又沒有做任何行動保護航母 令到整件事很不尋常 他又認為 軍方發生什麼事可能是一個謎 但是美國軍艦 已經不止一次近距離觀察遼寧號 事件是相當刁面的 軍方原本可能 想著這次的巡航是用來炫耀 但是沒有想到會變成了示弱和怒底 他就認為 這個護衛的艦隊 也有明顯失職之處 這就是 黃東專家所說的 我認為 他說的話是合理的 大搖大擺地在海峽航行 驅逐艦和護衛艦 應該要發揮應有的作用才是 沒有理由 老遠有一艘補級艦 好像跟不上大隊似的 變成跟了美國軍艦走 那真是成何體統呢 《環球時報》引述了台灣網民的留言 去反駁整件事 他們引述了哪些留言呢 有些人說 美軍插隊運入遼寧號艦群 是多餘的 因為公海之上 根本上就沒有什麼插不插隊的問題 我又不是這樣看 如果大陸有一艘軍艦能夠 運入到美國一艘航空母艦 打擊群或者戰鬥群的 編隊裡面 這樣就威風了 是不是 不是說插不插隊的問題 因為你是整個編隊 另一位網民的留言 也是被引述的 就說如果遼寧艦是紙虎的 美軍也不用跟 公海自由航行 這個現象是很正常的 公海自由航行 當然是同意的 不過 不會自由成這樣 是不是 所以 《環球時報》的反駁 究竟說服力有多大呢 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關於 德國那一艘巡防艦 叫做 巴佛利亞號 原本說 想著下半年 會派到亞洲 在回程的時候 穿過南海 根據德國國防部最新的規劃就說 巴佛利亞號 不會通過台灣海峽 雖然德國政府認為 台灣海峽是國際海域 即是你說什麼都沒用 其實就是不會 走過台海 德國國防部長 康坎鮑爾就說 派出這艘軍艦的目的 是要確保航道的自由 並且向美國釋出信號 但是 有些在野黨的國會議員 就相當不滿 自民黨議員雷希特就說 通過台灣海峽 象徵著對台灣自由和民主的支持 如果避開台灣海峽 就等同向中國叩投 要他批評 德國政府 打算積極投入印太 但是又同時向北京叩投 是令人感到意外 我就不認為有什麼意外 老實說 默克爾做總理已經做了十九幾年了 他到底底蘊是怎樣 其實 外界早就已經知道了 任何人幻想默克爾 在他任期最美的這個時刻 忽然之間會對中國強硬 其實也是一種幻想 如果還拿著這種幻想來去游說別人 相信這件事 簡直是盜人迷信 默克爾是怎樣的 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強調的就是經貿利益 他強調的就是 要跟中國合作 所以就算他的內閣裏面 有部分成員可能對華的態度強硬 都會被他壓低了下去 所以就會出現這種 好像左搖右擺的情況 明明都說派軍艦 又說要穿越南海 又說要釋出什麼信號 原來現在釋出一個信號就是 是氏仰 這樣子 或者是被那些在野黨形容為溝頭 當然這就是跟默克爾的關係相當大 所以 德國對華的態度 在默克爾主政的最後期間 我相信也不會有太大的轉變 起碼也要等到德國大選以後 如果聯合政府真的有些政黨換了出來 有些新的進去 比如說綠黨 綠黨傳統也是對華強硬的 如果換了綠黨進去做總理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變化出現 但是在大選之前 變來變去都變不出什麼樣子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